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摆一看 很多在泰国的华人都是住别墅或者连排别墅 所以其实空地是很多的 特别适合重点植物养些宠物的 在国内大城市的话 想要有块空地可没那么容易 我们先去植物区看看花草树木 超多品种的 手棚栽入地的垂钓的水养的植物都有 还有很多手摆件配件可以装饰点缀 而且这里是最大的市场 所以价格也是超级实惠的 像地上的这些 三盆五十株 泰国的兰花很便宜也很好种 特别推荐 然后除了真的花草 假的花草也有哦 这里还有这种大型的甲山丢象 整个水池水足都有 各种日带观赏鱼更是眼花流乱 普通的井里到手臂宽的 或者是金龙 银龙 福寿等名贵品种也有 妈妈狗狗是最多品种 最普通的啦 兔子也是最近很火的宠物 各种大大小小的品种都有 出场想起周姓庚 随堂的一个电影 杀娇女人最好命的经典台词 什么可以吃兔兔 兔子那么可爱 然后还有各种宠物署 以及他们住的豪宅 现在鸡也可以吃宠物了哦 商鸡野鸡昂春都有 还有这边是龙等人血动物 商鸡乌龟各种鸡 然后还有这牛群蛆 品种也是超级多 想养想中 但是是小白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里各种四倍四六玩具都有 只有你准备好钱 迈出第一步 后边的都可以来这里解决 配奇 当然如果有心无力的话 有空可以来这里逛逛 看看小动物 也是很舒心的 突然发现这里有一只会痛的小老虎 这里非常大 而且有很大的停车场 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停车费是免费一小时 后边每一小时十株 由于疫情的关系 来这里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以前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这里是人山人海的 这里真的是很大 就是你一天都可以逛逛 往的那种 那其实除了这边的花鸟 宠物那些东西 还有这些卖衣服啊 包包啊 鞋子啊 甚至汽车用品都有哦 工作点个赞转发加评论 那不会带你来解更真实的泰国 谢谢 现在是6月24号下午 立班区方春变区解封了 加油 昨天方春终于解封了 真是可喜可贺 广州的抗议工作真的超级赞 说起方春就会想起 以前有空去逛逛花鸟市场 还有每年的白鹅堂烟火秀 可惜这两个都已经不再有了 不过国内间是日行月异的 不知道下次再回广州 方春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